變出一個表單讓你們填寫 這個這件事情要怎麼做 那其實這個表單裡面的不外乎就是一個標題 一個說明 然後呢一個問題裡面的填的答案方式大概會有幾種一個是 簡短文字比如說就是一條 另外的話有這個叫複選有沒有這個叫單選 另外如果要填多一點的話也是一個也是一條 所以你會發現填寫的方式 不外乎就是只有大概三種吧 填資料 多選 複選 那其他就是把問題方面把一個填上去 最後的話 把這一個那個 這個表單變成一個什麼 一個 網址 而且這個網址還不能太長 你不能像剛剛看到這個網址上面這個網址其實非常融長 那你可能需要怎麼樣把它縮短 縮短之後人家才可以填寫 如果他是用電腦來填問卷的話 他需要一個 簡短的網址 所以我們這邊會有什麼 goo.gl 這個網址 你想說這個網址怎麼變出來的 那如果他今天是用手機 你也可以跟他講說沒有關係 這邊有個QR code 請你把QR code掃一下 一樣可以連到什麼呢 剛剛的畫面 只不過這個畫面 在手機裡面呢 會變得比較小 那能不能填呢 還是一樣可以填啊 有沒有 那也就是說你無時無刻 只要有一個裝置 就可以幫我填問卷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的第一個練習題 請各位思考一下 反正這個題目的設計 大概的方向是這樣 也許針對目前 可能跟文史有關的相關議題 我覺得是最好是主流的 像這種 那如果你實在想不到的問題 你也可以問一下文言文 這相關的比例應該是多少 不過我是覺得 如果只是問擔當要不要學文言文 要不要學文言文的比例 我覺得好像有點狹隘 你要去想說 那個 學文言文裡面的內容 應該學哪一些 才我覺得還是需要再去思考 或者是說 因為有些 我覺得啦 就像我以前學的 文言裡面大部分都是 還是取材取自於 比較是大中國思想的 但我沒有那種黨派的分別 可是我覺得 我學完之後雖然那個是沒 是文章是美好的 可是問題 離我好像有點遙遠 有時候我想說 有沒有 在 Local一點的 就像我們身邊 去 講一些像 哪個地方的美好 比如講陽明山 有沒有類似的相關的文 相關的文章 在地的 或者說近代的 或者是說 可能感覺跟我們比較接近的 這些文學家 為什麼不能夠被選進來呢 很期 我不知道你們 是不是也 你們念的時候有沒有一些 比較感覺接近一點 而不是說那個地理坐標好像感覺 非常遙遠 而且那個國度是我從來沒去過的 好像跟我實在是有點 到底那裡是 是國內還是國外 我有這也搞不太清楚 所以這些相關議題其實 對於國文的學習上面 會有很大的衝擊 也就是因為這樣關係 很多人念完國文之後 再也不想要學習 有關國文相關的那個課程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剛剛可能跟 錢老師聊天的時候 還在想說 像什麼台 台文系有沒有 像 除了中文系還有台文系 那台文系 他也會想說 有一些東西是不是可以 可以加進來了 諸如此類的問題 所以也許 請各位思考一下 就是第一個 應用 Google表單 設計一個問卷 這個問卷的內容 我建議是以文史相關議題 那這議題的話 反正你們去 我想我大概發想一下 大概的方向 你也不要偏離太遠 那當然你也可以去調查 比如說作家也可以 比如你喜歡的作家 像 之前大家最喜歡做像什麼張愛玲 相關的張愛玲的什麼什麼 那請 你身邊人幫忙填一下 幾個問題 也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只是說 第一個 你要怎麼學會製作表單 我想大概先把 我們做的結果 先 稍微 你們的那個作答結果 稍微講一下 那再來的話 就是 看一下怎麼去製作 像這樣一個表單 那做完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了 你們的表單呢 它會放在哪裡呢 其實我可以把它 你們剛剛做的 因為這個 這個表單是我做的 所以呢 我只要連到這個表單 而且登錄了我的Google帳號 他的 右上角就會有一支筆 不過如果 你不是 我的帳號啦 如果你登錄你的帳號 那你不會有這個東西 因為這是我做的 我才有權限 去做 這個表單裡面的包含就是說呢 內容問題上面的調整 還有觀看什麼 觀看最後你們作答的結果 那怎麼觀看呢 一點選他 這個時候呢 會點進來到這個 那他這邊問題指的就是 那個呢 你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我可以再去做一個調整 比如說我要刪掉哪部分 或者是說呢 我要增加什麼東西 這邊都還可以再增加 或者是說我還可以增加新的問題 有沒有 都可以從這邊去做 那 另外的話 如果我想知道說作答的結果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他的旁邊會有一個什麼呢 有個回覆 各位 大家熟悉一下他吧 因為這個表單實在太重要了 以後如果你會用Google表單 你可以解決非常多的問題 以前可能要 做非常繁瑣的一些相關的設計 現在都不用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你們作答的結果 以往 如果你們做完問卷 我可能要收回來 再把它輸入到Excel 輸到Excel之後呢 他做很多的事情 他統計分析 最後呢 其實還是需要能夠用圖表的方式 因為圖表的方式會一目瞭然 所以我希望 最好能不能自己幫我畫一個那個 如果單選題 就畫一個派圖 如果多選題的話呢 就長條圖 如果是裡面是填的資料 幫我條列出來 有沒有辦法呢 當然可以啊 其實按一下怎麼回覆 各位可以看到 填寫的資料都列在這裡了 另外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是多選題 我剛剛講 他會自動幫我條列出來 其實相當的清楚了 所以你為什麼來選這門課呢 最多人選的 有13個是希望多學一點電腦技能 或者是電腦證照了 那我當然強烈建議各位可以在畢業之前 可以跳脫你本位主義 你雖然念的是中語系 但是我強烈建議 你還是要補足 另外一塊的不足 為什麼 因為這關係到你將來 畢業之後的發展 這個當然不是唯言聳聽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 跟各位有一樣的背景 所以我強烈的可以感受到 如果你沒有其他專業技能 你真的在職場上面 實在是施展不開來 即便你有再多的 內涵 還有你很有氣質 那又如何呢 所以重要還是在 技能跟工具 那你想說有技能有工具 能夠做什麼 能做的事情太說了 比如說你做網路行銷 需不需要文筆好一點 當然要 其實很多東西商品要賣的好 一定背後要有人去 寫一些東西 甚至連 那個主持人 或者是來賓要講什麼 其實背後都需要有人 幫你寫一些他們的稿子 其實你會發現大字報就在前面 只是你看不到而已 誰要去寫 當然需要有人專門文筆好一點的人去寫 所以其實 不過前提還是需要你可能不只是文筆好 你可能還是需要有其他的能力 那當然電腦技能是其中之一 OK 對那未來做準備 未來就業 其他好像 瞭解 將那個 就是文學實用化 這個我一直強調 文學不是 只是單單的 我們念的就是很學術的 很 區 就是 比較跟生活無關的 盡可能能夠貼近生活 也許你學了之後 你可以把它發揮出來 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你一個吃到飽好了 你真的吃到飽 那但是你不消化會怎麼樣 我想你會撐死吧 所以你不在於你吃多少 而是在於你要怎麼樣把他 怎麼樣 就是消化吸收 並且變出另外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其實就創意了 很多東西其實 背後還是需要創意的 無論說 像現在Youtube很熱門 Youtube需不需要 有人去背後寫一些文稿 當然也是需要 不然的話 Youtuber 其實你會放在古阿末 就是他不是念經 他其實也已經把稿子 直接寫好 然後呢 感覺好像就照稿念 只是念太快了吧 而且好像感覺那個 念稿的 過程當中 缺乏一些情感 有沒有 感覺為什麼你不把這念稿之後 不正當我個人意見 OK 然後呢 底下還有滴滴的話 因為老師的魅力 不過我會稍微看一下 這個 到底是誰誰填的這個 會有斟酌加分 OK 看一下 這個 不是很重要 OK 還有呢 同學選了什麼 選課 剛好什麼呢 下午三節 不會卡到上班 我就不要問是誰 然後 不過 基本上 然後現在你們跟我們以前不一樣說 你們還有上班的壓力 以前我們如果 純粹大學生就大學上課嘛 你們好像還有工作壓力 經濟壓力 而且你們畢業 就要背負著龐大的債務 我發現很多人 也是要 然後 就是 就是要付一些貸款 所以其實如果你畢業 沒有真的好好的把你的技能 因為你如果畢業之後不能找一個比較好的工作 你怎麼去還這個錢 所以其實但相對的 那當然現在的學校 他當然強調他不是職業訓練所 所以沒有必要沒有義務說一定要把你們專業技能訓練好 不過其實這個好像有點吊詭啦 就是說也 也這樣說也是沒錯啦 不過 如果說學這些東西呢 你不能夠教學生怎麼去應用 然後讓他 注定畢業之後就是有不好的發展 其實當然也不是一個正向學校應該做的事情 而且學校的任務 應該要與時俱進才對 而不是說你一直停留在過去 啊 沒關係 你好好念書畢業之後呢 你就會有工作了 你就會好的發展 好像這聽起來好像沒錯啦 可是我覺得好像真的 如果以中 中文系的人來說的話 應該不太合用 因為如果你什麼事情都沒有準備的話 說真的啦 可能你的發展一定會受限 因為我看了你們很多學長姐 發展好的真的都是已經準備好的人 這點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說你還在那邊 有點猶豫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還是要先 因為你們現在大部分都同學都是 二三四年級 早上那一半一年級 還還有很很長的路也可以走 OK 那比較有興趣的內容 我發現好像第一名 第一名是這個 APP的應用 第二名是APP的設計 雲端與APP的業界需求 這個需求只是 可能是剛好如果有點到的話 不過我發現大家對這 實際上 簡單講起來 未來的工業4.0的重點 第一個雲端的應用 第二個呢 手機的APP 這個也是必然的 為什麼 因為這些 可以把所有東西都串在一起 那這個也是工業4.0裡面的 其中的兩個主軸 所以你如果能夠把這些學好 我相信 你再跟將來業界銜接 應該是比較沒問題的 不過我強調一點 第一個 你一定要有作品 以後人家問你說你會不會 會 請你給我看 其實現在的老闆都很聰明 以前 會 太好了 你進來 因為以前老闆都很相信員工 進來 說 我不是叫你做什麼 我 就 就不一定會 然後OK 我好像會 可是我都還給老師 所以現在老闆很聰明就是 不然你把你的作品給我看一下 所以怎麼辦 建議 你盡可能的 他要看你雲端應用 你看老闆我有 YouTube 我秀給你看 那其實YouTube也是一個很好的行銷 管道 像很多人都會 廠商都會把影片放在YouTube上 反正就是 就是那做行銷 或者專門呢 找那個YouTuber 做什麼做業配 你有沒有發現 很多YouTuber還說 我們現在來做個業配文 有沒有 OK 這個意思就是說 他是他也講白的 他說這個我是廠商邀請的 而且我發現 這YouTuber還不錯 還請你試喝試飲 然後不用錢 那你是拍個影片 這樣就可以收錢 至於收多少錢 當然跟他的知名度高低有關 像這個行情比較高 像蔡阿嘎 往他隨便收都是幾百萬起跳的 隨便一個合作案 那當然就是跟你的知名度有關 可是你要怎麼樣能夠讓別人認識你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一點 那未來的職場 我覺得 你們不要把自己路給走 走走走走窄了 一定要走出去 不見得說你只是單單一個上班族 我發現現在上班族比較 好像 只是選項之一 而且你不能只是陽春的上班族 因為如果你是陽春的上班族 恐怕養活自己都有問題 更不要說要孝敬父母 所以今天有個文 我看那個什麼 他每個月都給爸媽三千塊 然後呢 他生小孩了 結果他跟爸媽要一些什麼費用 就爸媽都不贊助 他就發了一篇抱怨文 抱怨什麼 我 這幾年好像九年 他說他還寄九年來 我每一年每個月都給爸媽三千塊 結果呢 我要生小孩 爸媽居然都不贊助一點 不過這講來有點怎麼說呢 如果你今天賺的收入是夠高 我想你絕對不會在乎這麼一點點錢 什麼三千塊 其實說真的 你真的收入夠高的人 真的還不止 你隨便YouTube 每月給你的收入就不止這些了 所以你怎麼樣 找方法 OK 千萬不要只是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這個當然是我曾經給各位的建議 為什麼 因為我是過來人 另外YouTube 這部分 所以既然大家都有興趣 我是強烈建議 那不就是說呢 到其中以前 請各位 也把經營你自己的頻道 YouTube頻道 當成是一個目標 至於說 你要做到什麼程度 那就量力而為 OK 可是我覺得 這個是 怎麼講 把你所學施展出來的一個很重要的機會 你不要以為這個跟你們中 你們現在學的東西沒關 其實你們學的東西這個時候才要消化吸收 再把它展現出來 至於要怎麼樣包裝 我覺得每個人創意不一樣 可能我看的跟你們看的不一樣 那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但是如果說你要流量夠大的話 還是要做一些 比較大眾化的內容 這個當然是絕對的 所以 七七海當然你就是要設定一下那個什麼 廣告獲益 的收入 再來的話 你會發現那個廣告獲益 會一天一天的增加 等到你累積超過一百塊錢美金之後 Google就會通知你 去領這個一百塊美金 我其實好幾年前就經歷過了 感覺是非常好的 我已經領了 不知不知不曉得多少個一百塊美金 OK 好 那為什麼選中語系 大部分同學都是因為興趣 OK好 那當然有興趣是最好的 所以 你可以在這個機會 除了說能夠學習之外 這個時候 我們這個課程的重點是在應用 把它用出來 所以你學這麼多 你不把它用出來 其實也蠻奇怪的 OK 不過坦白講 我學了16年課程 在 中語系念了 幾乎沒有什麼應用課程 也就是我不知道怎麼用 我是畢業之後才開始思考說 我念這麼久 到底我念了什麼東西 我該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慢慢慢慢思索出一條道路 這也是自己摸索出來的 然後也沒有人教我 所以我在 當然我是一個 量蠻大的 像我的 部落格 超過一千篇以上的部落格文 但是都是電腦教學 那我youtube上面的影片超過兩萬個 內容什麼呢 就是上課 所以我現在 一邊上課也一邊錄影 不是只有你們在上課 全世界 有興趣 的人都會 訂閱我頻道的 雖然沒有百萬 但是我有一萬六千個粉絲 希望你們也能夠成為我的粉絲 OK 那歡迎訂閱 你要怎麼訂閱 OK 如果你有訂閱的話 也許可以當成是 期末的 平常成績的參考 不是開玩笑 這開玩笑 千萬不要當真 我只是鼓勵大家 能夠去學習新的工具 OK 我沒有 並沒有說拿那個 這個來 你們千萬不要到時候在寫說 吳老師 在上課期間 宣傳什麼東西 OK 其實還蠻敏感的 OK 好 那 有沒有為未來做準備 有 OK 所以你們來上課 然後這個第二個 不急的 這還蠻 兩極的 那不急你幹嘛來上這個課 所以這個我可能要找出這些人 五個 不急 不知道 不過我覺得做事情還要積極一點 真的不要不知道 不是 一般我不是很喜歡這種 什麼不知道 OK 那再來的話 準備研究所考試 不過你準備研究所考試 還是要畢業 還是會面臨到就業問題 然後其他有沒有 不知道很急 不知道 很急 這邏輯怪怪的 好 有 但中與系無關 當然 將來畢業之後 跟中與系有關的工作 還真很少 有之前 我看那個 我們的網頁上 都會講說可以當老師 不過現在已經不缺老師了 連代課老師都不缺了 可以當記者 可是有新聞系 有傳播系 對啊對不對 中文系也不是主要 也沒有直接 那還能學什麼 編輯 編輯也有 編輯系 有採訪系 有一些其他科系 新聞系好像也比較相關 那你還是要學一些新的東西 那還有什麼直接關聯 翻譯 當翻譯有外文系 對啊 你也不是主要 除非說你另外再去學一個外語 還有什麼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科系 其實 跟 未來的工作 並沒有一個很之間 因為以前還可以當老師 以前大 大部分的同學畢業 去當老師的機率非常高 但是因為現在少子化關係 也沒有機會 OK 所以 那這地方的話 正在規劃 OK 不過大學四年 我覺得真真的是好好規劃 畢竟你們也花了 第一個要花學費 第二個你要花時間 那畢業的時候也會給你一個證書 但是那證書 能夠真的給你什麼嗎 其實也到 到也不是 很